基本情况 我是去年认识他的 虽然我们交往还不到一年 但却出现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三观很不一致 遇到事情的处理方式和想法也不一样 而且他做的很多事情都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当初和他在一起 我就是奔着结婚目的而去的 可经过这段时间的商处 我发现他总是无力取闹 疑神疑鬼 而且脾气还那么大 在朋友面前也一点面子都不给我 还总是提出一些让我达不到的要求 我知道我已经到了失婚年龄 可我不想为了结婚 而走入一趟看不到未来的婚宴 我现在真的很烦 也很困惑 我不知道这段感情该不该继续下去 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曾先生32岁来自湖南 萧寿 欢迎曾先生 秦女士33岁来自湖南 萧寿 有请 欢迎两位 就是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就是我们之间就是发生了很多的矛盾嘛 观念不一样 然后我通通听我朋友一个介绍 他说这个天津卫视爱情保卫家 非常的专业 有一些很情感专家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建议 少做很多弯路 所以我就过来了 谢谢您来帮我们做一广告啊 我们听听吧 都发生了哪些事 哪些观念不同有争执 就刚开始的时候嘛 我们交往的是第二个月的时候 他就会有一些手机 然后拿了一个小号去跟一个 他说是女同事嘛聊视频 然后我看到的话就把它删掉 我也觉得有点鬼鬼四岁的 是真的 就是一个女同事 当时打了一个视频过来嘛 有些内容不方便 就是让她知道 所以 什么内容不方便 工作方面的 你们俩都是销售是吧 对对对 是敬业禁止吗 也不是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因为她经常有翻我的手机的习惯 我怕她就是拿我的手机 跟我的女同事 又会引起不必要的那些麻烦 所以我就把它先把它删掉 行 我明白了 就是南方的解释是说 我希望有一个个人的一个空间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但是您会觉得说 两人谈恋爱了 你干嘛偷偷摸摸 还背着我还扇东西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好 还有什么事呢 还有就是有一次 我在那柜子里面 我发有一盒草莓 但是因为它的一个习惯的话 它草莓的话 放在冰箱 或者是直接放桌上面 后面我就问她 这些送给谁的 她说是送给一个女同事 她说女同事过生日 那我说你为什么放在柜子里面 不是 你做事 你老偷偷摸摸的干嘛呀 不是 我就是 大的方方的嘛 因为我觉得 她老是留言疑神疑鬼 因为那个小号的事情嘛 所以我就 还是为了引起 不必要麻烦 可能就是我觉得 多一件事 不如少一件事 我就还是不告诉她 好一点 那个不一样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呀 没必要残起来呀 而且我怎么知道是你同事 还是你在外面的一个女性朋友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不是重点 关于行为要偷偷摸摸的 你说你小号 怎么还会有小号呢 我刚才就没问 我小号 工作需要吗 我要工作一个号 然后生活一个号 那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这个是不正常的 就是您说您有十个号 我觉得也正常 核心是 这是你女朋友不 是的 那你开两号 你是不需要告诉她呀 可能是我考虑的不周吧 您这是真轻妙的 类似于此的事还有吗 还有就是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到晚上一个人打电话过来 是女的 因为我听了声音 然后那女的喊她去接 她说是那个 她哥们的一个老婆 这个她全是有点 这个无力气道了 因为我那个哥们也好 我那个哥们老婆也好 她都见过的 而且我跟哥们的老婆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都是高中同学 都不分彼此的 不不还是分一下彼此吧 这得分彼此啊 我想表达的就是说 我跟他们关系都非常铁 就是说 是是是 然后他们只要是 一有困难 一有什么要想帮忙的 她会第一时间想到我 如果说我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要帮忙的 也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 这理解 对 后来是您自己去接的吗 是的 为什么不带着女朋友 一起去呢 她没有带我去 她直接就自己一个人 她就去了 也熟络一下吗 没有 我觉得可能大晚上 可能一些 还是有点不方便嘛 这有啥不方便的 她是你女朋友 那是你的好朋友 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其实没什么 只是我觉得就是她想多了 所以就是这样 好多事说不清楚 可能你 就是我们站在了自己 思维的一个立场上 来做这件事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女性会觉得 没有安全感 因为她的感受是 你什么事都背着我 这是所谓在情感专一度 可能你怀疑她 跟外面的其他异性 那么生活的其他方面 她还有什么事 是不给你安全感的 其他的也还好 主要就是她有时候 就是花钱各方面的感 那我也是 因为她就是朋友多嘛 我不管是一线同性 外面朋友多的话 应酬多的话 钱就花掉了 而且我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也不知道她的工资 什么 我也是没有安全感的 所以对于一个女性来说 恋爱当中有两样东西 是给安全感的 一辆叫忠诚 对吧 一辆叫这个人 对于生活的态度 您俩谈的时间不久吧 半年多 主持人她说 那个安全感 说我觉得 因为我们两个还没结婚 就是还作为男女朋友 她要是拿我的钱跑了 或者是拿我的钱 做别的事情呢 也说不定 我是想 你既然要管我的钱 我可以啊 就是我们结婚之后 给你 那是理所当然的 半年就要管钱了 因为她就是在朋友方面 感觉朋友比我重要 你知道吗 她的那个什么 那你管了她的钱 她依然是朋友比你重要啊 因为她主要是在应酬方面嘛 她这个朋友在一起的话 都是她靠钱的 然后立场我就觉得 你提到那个朋友 就是说 你一点都不给我的一些面子 因为我 把她介绍给我的一些朋友嘛 我想让她 尽快地融入 在我的那个生活圈 朋友圈 但是有一次 吃饭的时候 我在说我哥们也很热情嘛 就是 去敬她酒 她就是 不给面子嘛 我也没有不给你面子 我只是以水带酒 难道我还一定要有一酒 去敬她们吗 没事 我觉得你可以 意思一下也可以啊 我有意思啊 不一定要那个 全都喝完 而且我 为什么就非一定要 融入到你的朋友圈子呢 喂 你要跟她好 一定还是要融入 她的朋友圈的 是想跟她过日子啊 对 咱们了解到了 交往半年 女生觉得没有安全感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呀 疑神疑鬼 老是怀疑我 还有的话 我觉得她的脾气有点大 稍微说一点什么呢 她的脾气就上来了 那如果我不管你这些东西 工资什么都不管 那你可以不管我的一些生活吗 比如说我的穿衣方面 还有我的一些那个工作 你也可以不管吗 她的穿衣真的是 让我无法接受就是吧 你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什么 穿得有点太暴露了 暴露哪方面暴露啊 这天算是暴露吗 这个还好能接受 那她日常穿成什么样 就是聚会 聚会的时候穿 还有就是公司联会的时候穿 联会不是一年一回吗 对吧 对啊 聚会的时候 就有时一个月一两次嘛 我跟她见面一个月 就是七八次左右 也不是每天在一起 她有时看到我有时候去聚会 因为我客户也比较多 她也要管 她是管您着装的是吧 对 现在去外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裤子 觉得她有点大男子主义 反正就是我不能接受 你不能接受 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 你能接受的女的 你为什么改变我呀 你不是说把你自己自卑吗 问你呢 这话问的特别在腰眼上 就是你找一个你能接受的 怎么讲嘞 因为毕竟感觉在一起 还是有感觉的嘛 想 尽量她能不穿就不穿嘛 我还是能穿 你不夺到我的穿衣自由和审美权 你知道吗 这个上升的也挺高的啊 商量商量商量 她不商量一到七 交往半年多对吧 对 你是从来没有结过婚对吧 对我没有结过婚 三十多岁 听编导说你对这个情感这方面要求的还挺高 对 所以一直就单身着 是这样吧 是的 您是曾经离异是吧 对我结过一次婚 散婚散离 我想知道当初您是怎么喜欢上她的 我说实话 现在就是要找个男朋友不难 但是你要找个不能结婚去的还是挺难的 哎呀 这很悲哀啊 小您接着说 刚开始的话 她就是跟她在一起 第一个我觉得她还是很会照顾人 嗯 然后比较的厚道吧 因为她就是不管干嘛 她都会抢着去买单 不是因为她也很有钱 是因为她很重情重义 还有就是她是 就是说她很真诚 靠谱 她会带着 她会带着结婚的目的去 所以她这个所谓的 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就打动了你 是吧 对 因为现在你要找个结婚目的的 但是又合适的还是挺难的 因为像我这个孙子说实话 条件好 她也不会考虑我 你看 条件差的吧 我以为高不成低不就 我又不想将就 然后主要还是要三观要合 对 我觉得你好像把这个生活的事 想得那个很透彻啊 但是感情这件事 有时候你发现这么理智的时候 反而坏菜 咱往下听啊 在这半年多的接触过程当中 后来又发现了一些 这先生什么问题啊 快过年的时候嘛 他带我去见他父母了 好 那是够快的 对 快过年的时候 带他见我的父母 然后我父母对他也很满意的 各方面条件 都还满意的 就是对他印象也非常好 因为我毕竟就是说 也离过一次婚来 因为没有小孩 我家里人也就要 就是急着要抱孙子嘛 就是说 是不是好事吗 不都这么想吗 但是他那个母亲就是 见我的时候后面就过了第二天 第三天是跟我说 她说他们那个村长结婚 那边娶了一个护士 护士的话没有要彩礼钱 然后的话那个房子的车子 都是女方买的 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我给你再结婚 也是什么都不用要 然后的话就是房子 也是我提供 因为房子我有 他对妈的意思说 彩礼钱也不用了 就直接这样子可以结婚 没有我老妈 只是就是随口一提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也就是女朋友太在意了 什么叫在意啊 他这个就是花总有花好不好 他这就是一种攀比和对比啊 他就觉得很羡慕 别的儿子 娶一个这样的媳妇 那你母亲和你的意见 如果要跟姑娘结婚的话 你们是怎么个章程啊 他母亲是要我先 先先把孩子生了 彩礼钱以后再说 这个彩礼钱 因为她的要求提到 就是稍微对我 现在来讲啊 有点高 因为我一个花销也大 可能没有那个存钱的意识 再者啊 就是因为我离过一次婚 我们当地的那个标准嘛 就是就是十万块钱左右 当时也是给了 因为很快的离婚了嘛 因为也是性格不合啊 然后他比较幼稚啊 那个钱的话就没要回来 就是你经济上比较紧张 对对对 然后他提的是二十万 但是我真的实在拿不出来 我觉得二十万不高 我也没有他买房 核心重点 恐怕不在意这二十万的彩礼吧 咱们反正放在 就是因为他 就是跟家人的矛盾是吧 在他婚前 我就觉得他们家里 就有点像空手套白蓝 你知道吧 就所以说我就一直就是 这拿着 为什么他白蓝 不是 我不是 不是不愿意 就是拿 但是你母亲的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拿不出来我多啊 你是跟他母亲结婚 跟他结婚 我问一句 他有点妈 有点妈抱难 哦妈抱 他说他尊重他母亲的想法 不是 我觉得不是妈抱 我觉得还是 越变淡来嘛 还是比较 比较尊重 你现在着急跟这位女士结婚吗 还好就是我 还好 就是想尽快 我爸爸妈妈的话 我问你 更急 我问你着急吗 没有我问你爸妈的意见 你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 结不结婚是你要考虑的 跟你父母有什么关系 你着急吗 确实有点着急 你觉得毕竟这个年龄 摆在这里了 就是说 所以你 我都算是 算是比你 对 你 可以 不 哦 我 我 你 过 你 嘘 你 我 就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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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